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个鱼大 黑鲨 这是什么时候家的 我是陈小婷 宁波青浪海钓俱乐部工作在站长 因为我喜欢钓鱼 所以自己开了一家鱼具店 这几年主要是做鸡钓 因为鸡钓是会让人中毒的 老婆 老婆 这些鱼钓的侠也不几天我也去 当时在南极钓的钓油 当时发来的图片都是两斤以上的黑鸟 那心里冲动的是想迫不及待的去 这几条鱼岛 这条鱼起码有三斤多 南极岛我去过三四趟 总的来说鱼情还是可以的 南极略岛散落在我国东海海面上的美丽岛屿 海岸线曲折 甲角丛生 由52个岛屿组成 地处浙江沿岸流与台湾暖流交汇和交替消长的区域 海洋生物物种繁多 有着被造王国之称的它 为这里397种鱼类 79种虾类 128种蟹类 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 是钓鱼人最为理想的鸡钓场所之一 而此时正在南极岛垂钓的钓友发出的鱼货照 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正所谓独乐乐不如正乐乐 收到情报的陈小婷便在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 主要的是鸡钓钓什么鱼的 像现在一般都是黑鸟跟鲁鱼 黑鸟的话它这个鱼 这段时间它们钓得好钓得大吧 黑鸟一般都是一斤以上的 大的有两三斤三四斤 四斤以上最近好像没出过 应该是两三斤比较平凡一些 南极的话我们第一次去 你们之前去的话 去年一六年去的时候 总的钓矿应该是这么多 前厂我钓过南极是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 平均水位大概五六米挺好的 也有深的地方十多米 那浅的地方两三米也有 但两三米也会处于 钓钓场大不大 钓场 钓场那边岛很多 比我们鱼山岛大很大的多 比大成岛也大 岛叫很多小岛 主要你们一般 它们一般都是2B到1.0 一般常用的就是3B5B0.8 但如果你们不需要它呢 大概5B0.8差不多了 好 因为那边不熟 稍微阿波稍微配搭一点 由于这一次同行的钓友 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前往南极岛 陈小婷将基本的钓场环境 以及装备与大家分享 希望此次之行能有好的收获 给出行者们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 好 美在人乖 好 美在人乖 走了 走了 早上我们4点钟出发 然后高速公路开了将近4个小时 到了这个敖江码头 然后这里是一个中转站 然后直接坐船去那个南极岛 坐船目前还要2个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赶紧上头出发 如果宁波想出去海钓的话 一般都有开车 最近最近进海的话 在宁波边上也要开40分钟 一般我们都去外面钓 开车3个8小时4个小时 虽然路程很远 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每次的出行都意味着一次长途跋涉 而天色将名为名时出发 对于这些钓友们来说也是尝试 虽然疲惫 但是前方就是梦寐的钓场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南极岛位于敖江码头东南方向 距离内陆约30海里 行船两个半小时抵达 根据当日的潮汐表 12点34分 南极岛将进入平潮期 这也意味着海洋战士们 将能赶上适宜坐吊的退潮期 首日坐吊能否有清洗出现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到了南极列岛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大雷那边钓鱼 去看一下水色怎么样 因为今天的风向是东南风 南面基本就不用去了 水色有点浑 主要还是去看北面 北面水清不清 爱理说是清的 我们去直接杀北面大雷 由于南极岛的海底 大部分为粉沙制黏土 在东南风的影响下 上下搅动导致海面水质 较为浑浊 不利于坐吊 因此钓手们不得不避开 南面岛影 兴上清水之地 像这种铁场 基本上像现在季节 一般都会掉奥里 钓 钓奥里面会多 因为 因为这 因为我们在南极岛 钓黑鸟的话 大部分都是在奥里面 跟独胶相对 选择的多一些 它奥里面 奥里面呢 因为胶盘比较多嘛 不可能像外海一样的呀 平地泥地的 奥里面基本上都是以 矮胶多嘛 小矮胶嘛 然后鱼的长生之处嘛 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岸胶是鱼类聚集的地方 由于它不规则的形状 能够给黑鸟提供一个 安全的藏人之地 再加上 岸胶上一般长有 海藻等植物 为它的生存 提供了必要的食物来源 应该叫老大介绍的话 应该位置还不错 因为我对南极来的梅集汤 像这种位置我不太熟悉 在每一个钓场 对于钓位状况最熟悉的 莫过于船老大了 再加上 陈小厅在南极岛做钓次数较少 因此 船老大的建议 对他来说尤为重要 今天的钓位 水深在五米左右 底部较为平整 在钓位的右边 为一凹坑 有反波浪冲击 而反波浪的冲击 会将空气卷入水中 制造大量的溶氧 使鱼类乐于聚集在此 今天用的是0.6杆 2号的竹蟹 试一下 1号的竹蟹 我们可以钓多大的鱼 海钓用1号紫线的比较少一些 很多钓游不敢用1号紫线 我试一下1号紫线能钓多大鱼 由于在垂钓的过程当中 线组往往会根据环境的情况 目标鱼种类来进行搭配 而陈小厅今天所选择的线组大小 更多的是对于自身钓剂的挑战 由于海鱼在水下所释放的力量 往往是自身重量的好几倍 而南极岛这段时间 所出现的黑雕在2斤左右 一般采用1.5号以上的紫线 会更加合适 但是对于老钓手们而言 更愿意采用细线来挑战 一来线越细 线的隐蔽性柔软性则越好 水下状态越自然 第二 细线中鱼后 空鱼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这也是钓手们对于自身钓剂的考验 南极虾 我当时准备的钓人是南极虾 它是南极岭虾了 它气味比较重 因为它是高蛋白的东西了 那个黑雕也比较喜欢的 因为南极岭虾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萤光的 它是有光泽的 所以说萤光这个东西在水下面 有一定的视觉 黑雕会迎过来 先试试看 会不会上鱼 多搭几勺 因为是刚开始钓 我要引鱼 看到这种青蛆 你看 我们就可以懂了 向甚至 敲锅 整个大器 Soviets priorities chan 小鱼种 斧头鱼种 下午2点40分 陈小婷陆续地搜索了石来干 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除了石狗宫之外 目标鱼黑雕并没有出现 洪水下来 清水下来 洪水又下来 当时我是钓了几杆 然后上的都是斧头鱼 然后清水也经是看得到 估计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 然后我想休息一下 看看等等潮水 当时等了十几分钟以后 洪水还在老地方没动过 可能因为小潮的原因 可能压不进来 所以说没办法 只好坏个位置 从抵达钓场之后 就在想办法避开 浑水区域的陈小婷 最终还是没能够幸免 古鱼讲水至轻则无鱼 而在海钓中 往往水过浑也无鱼 由于鱼在水下活动时 20%依靠的是视觉 当水过于浑浊时 它将会提高警觉 保持不动 因此海钓的最基本的原则是 水清找浑 水浑找清 最理想的水色 是可视度在一米左右 水清